欢迎大家收听收睇能源新闻一周Energy News Bytes 我们讲垃圾焚烧发电 首先就要知道究竟垃圾是什么 垃圾其实是废气物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废气物 第二种是危险的废气物 我们这个视频主要是讲普通废气物 如何去焚烧和发电 普通废气物垃圾主要包括什么呢? 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农村、小区、景区、学校、 建筑装修垃圾、工矿废渣、餐厨厨垃圾、 菜市场垃圾、圆林绿化垃圾、农业废气物、 废木、稻草、养殖场的废气物、 动物的尸体、人畜的糞便、 陶宰场的废气物、市政的污泥、工业污泥、 食品行业的废气物、中药行业废气物、 造纸垃圾、工业垃圾等等 中国每年各种主要垃圾产生量大约是多少呢? 我们看了2021年的数据 它主要分三类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 生活垃圾方面的简约计算是城市人均大约1.2公斤 而农村人均0.8公斤 所以方便计算一般按人均1公斤计算 不是说每日 全国14亿人口 每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大约是14亿公斤 140万吨 每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大约是5亿吨 保底来说最少都是4亿吨以上 目前我觉全量生活垃圾是80亿吨 第二是建筑垃圾 根据2019年权威统计数据 每年产生量大约是30亿吨 餐厨垃圾方面人均每日是0.1公斤 全国每日大约是产生1.4亿公斤 即是每日14万吨 年产生量大约是5000多万吨 还有人畜分鸟、动物尸体、农业废弃物、 废木、吉桿、稻草、尾菜等等 这些还未算下去 近年来中国垃圾是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目前世界上垃圾处理有什么主要方法呢? 原来是有几种的 包括卫生填埋、生物处理、焚烧发电等等 首先讲卫生填埋 这个方法具有成本低、处理量大、操作简单这些特点 但它占地多、滲透液也很难处理 并且恶臭相对难控制 所有这些都是缺陷 但由于经济、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原因 中国现行的生活垃圾填埋墙 即是对填区 不同程度都存在二次污染 对周围的水体、大气和土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二是生物处理 这个方法利用自然界中的生物 主要是微生物 将固体肺气物中的可降解 有机物转化为稳定的产物 能源和其他有用物质的一种处理技术 实行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主要用于处理有机垃圾 也可以说生物质的废物 主要包括厨余垃圾 包括饭菜的饭头饭尾、果皮、鱼骨、啫鱼 接着是动植物的残体 包括动物的尸体、树皮、木碎和绿 農作物收成后有很多吉梗 接着是动物的糞便 所以总而言之 能够生物处理的垃圾属于易腐烂的种类 第三就是垃圾焚烧处理 这个方法是利用高温氧化作用处理生活垃圾 将生活垃圾在高温下燃烧 令生活垃圾中可燃的废物 就转变为易氧化碳和水等等的物质 焚烧后的灰和渣的体积 是生活垃圾圆体的百分之二十以下 因此可以大大减少固体肺物量 亦可以消灭不同种类的病原体 垃圾焚烧在国际上已有超过一百年历史 管理规范亦做得比较完善 技术亦相对成熟可靠 可以大大削减生活垃圾堆田的占地 折约宝贵的土地资源 而且焚烧后产生的热量 亦可用于发电和供暖 垃圾焚烧发电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讲讲垃圾焚烧发电的原理 其实就是将生活垃圾在高温下燃烧 令生活垃圾中可燃的废物 转变为易氧化碳和水 而产生的余热就用于发电 它的优点就有五点 第一点就是项目的用地是折散的 同样的垃圾处理量 垃圾焚烧厂需要用的用地面积 只是垃圾堆田区或者填埋牆的 二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一 第二就是处理速度快 垃圾在堆田牆中的分解时间 通常需要七至三十年甚至几百年 而焚烧处理就只需要两小时左右 就已经处理完畢了 第三就是减量效果好 同等量的垃圾通过堆田填埋 可以减量大约百分之三十 而通过焚烧可以减量百分之九十 第四就是污染控制好 採用现代先进的焚烧工业技术 按照国家的标准去建设和运行 可以实现温透液和生产污水的另排放 烟气通过严格的淨化处理也达标排放 最后一点就是能源利用高 每吨垃圾可焚烧发电三百多度 大约每五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发电 可以满足一个人的日常用电需求 所以垃圾焚烧发电基本上是目前比较符合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 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原则 这个处理方法相对比较好 所以从中国大型城市 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至全球来看 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基本上都是焚烧处理